项羽为什么打败 项羽就是一打仗他就冲到第一名 他冲冲陷阵 那后面的人说那你打吧 我打也是白打呀 你老大呀 你冲在前面呀 打赢的是你的呀 打败的是我的呀 我干嘛跟你打呀 邮邦呢 邮邦打过仗吗 邮邦从来没有打过仗 没有指挥过任何一场战争 也没有出过任何一个主意 是不是啊 邮邦自己也很明白吗 邮邦当皇帝以后大宴群臣 把大家召集起来 问了一个问题吗 说运筹唯物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我不如张良 将百万之众 战必胜 功必客 我不如韩信 定官中 辅白信供给养 做好地方工作 做好后勤工作 做好行政工作 我不如萧何 他也知道吗 他啥也干不了吗 他唯一的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去读死记嘛 就是出了事了 他把什么萧何啊 张良啊 韩信啊 这个陈平呢 找来问一个问题 为之奈何啊 抖音